历史上真实的七国之乱到底是怎么回事 七国之乱这个事啊 简单来说呢 其实就是老流去的其他诸侯王 和汉文帝这一脉的内讧 作为皇帝呢 汉文帝以及接班的汉警帝的 必须得维护中央皇权 而如果要强化中央皇权呢 那就势必会损害地方诸侯王的利益 从那些诸侯王的角度来看啊 这皇帝总是没事找事 抢自己地盘 那自然他们不能不反抗 所以七国之乱这个事啊 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笔烂账 有关七国之乱的前因后果啊 其实我们还得从 这些流姓诸侯王的来历开始说起 当年楚汉战争的时候呢 刘邦为了打赢项羽 主要是采取了联合其他异性王 一起唯有项羽的策略 就这样啊 等到楚汉战争结束之后呢 项羽被消灭了 但是剩下的几位诸侯王呢 那地盘却是一个比一个大 简单来说啊 这楚汉战争刚结束的时候 刘邦或者说汉朝中央的实控地盘呢 大概就相当于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 诸侯王的手里 对于这么大的隐患呢 那刘邦自然是忍不了的 所以从汉朝开国开始呢 一直到刘邦去世 这几年的时间里呢 刘邦的主要工作 其实就是在消灭这些异性王 但是同时呢 消灭这些异性王之后 刘邦还是没有办法 把这些诸侯国的地盘 直接收归中央管理 因为一旦收归中央直接管理啊 很容易会重蹈秦朝的覆辙 秦朝当年之所以会迅速灭亡 很大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全面执行了郡县制之后 山东六国的那些旧贵族 感到十分不满 所以呢 在汉朝初期的时候啊 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 这条件还不太成熟 必须得保留这些诸侯国的存在 如此一来呢 这刘邦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了 那就是除掉这些异性王 但是保留封国 然后呢 让老刘家的自己家人去做诸侯王 刘邦本人一共有八个儿子啊 这其中的老二刘盈是嫡子 要继承皇位 而其他的七个皇子呢 后来在刘邦的安排之下 都去做了诸侯王 除了儿子之外呢 刘邦还有三个兄弟 这其中呢 刘邦大哥家这一脉呢 和刘邦的关系比较一般 所以最后呢 刘邦只是给他们家封了一个侯爵 二哥和刘邦关系倒是不错啊 但是二哥本人的能力太差了 刚刚封了一个带王 这匈奴就打过来了 然后呢 这个二哥就跑了 所以最后呢 刘邦气得没有办法了 只能撸了他二哥的王位 但是后来呢 刘邦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二哥 所以在临终之前呢 刘邦还是给自己二哥家的大儿子 封了王 而这个被刘邦临死之前 册封的侄子呢 就是后来七国之乱的主力 吴王刘璧 至于说刘邦的四弟刘骄啊 则是被刘邦封为楚王 切了韩信的帮 老四刘骄这一脉呢 后来倒是一直很稳定 而除了兄弟和儿子之外啊 刘邦基本上就没有再给其他人封过侯了 哪怕是刘邦的唐兄弟 同样也不例外 这里多说一句啊 在刘邦的唐兄弟当中呢 有一个人是比较厉害的 此人名叫刘谷 自打刘邦骑兵开始呢 刘谷就一直是追随刘邦 所以汉朝开国之后呢 他也被封了王了 但是在刘邦去世之前 汉朝爆发了那场鹰鹉叛乱 这个刘谷呢 当时直接就被鹰鹉给干掉了 而刘谷被干掉之后呢 刘邦并没有让他的后人 继承他的封地 而是把他地盘呢 都交给了那个大侄子 吴王刘璧了 所以这样算起来啊 在刘邦去世的时候呢 刘邦的唐兄弟里边 还是一个都没封王 而随着刘邦去世呢 此时汉朝还存在的 老刘家的诸侯王 大致就可以分为九脉 分别是刘邦的二哥 四弟 以及七个儿子诸侯王 而接下来呢 到了吕后掌权的时代之后啊 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 吕后掌权期间呢 开始大力针对刘邦的几个儿子 在吕后的操作之下呢 刘邦的八个儿子当中的 老三 老五 老六 老八 全部被除掉了 而且在他们死后呢 他们的封国也被吕后给拿走了 要么是给了老吕家的人 要么是给了自己的女婿 要么就是由汉朝中央暂时管理 至于说刘邦那两个兄弟家的王位啊 吕后倒是没有太过为难 这期间一时没出什么事 就这样啊 到了吕后临终之前呢 老刘家的诸侯王 从之前的九个分支 变成了五个分支 分别是刘邦的二哥四弟 以及刘邦儿子当中的老大 老四以及老七 当然了 除了这些老刘家的诸侯王之外呢 其实还有老吕家的诸侯王 以及吕后的女婿 再之后呢 等到吕治去世 周伯发动了政见 然后呢 拥有了老四汉文帝 随着汉文帝登记啊 原本做皇帝的老二刘盈这一脉呢 后来就被直接给除药了 至于说吕家的那些诸侯王 以及吕后的女婿 后来自然就都被拿掉了王位了 所以呢 这汉文帝刚登记的时候 汉朝的诸侯王就只剩下了四脉 分别是刘邦的二哥四弟 以及刘邦的大儿子 以及老七这四脉 但是接下来呢 汉文帝登记之后 为了作为皇位嘛 他不得不搞权力平衡 当时功臣集团失大 这汉文帝呢 必须尽量增加老刘家诸侯王的实力 所以在这之后呢 汉文帝就把刘邦的远房 唐兄弟刘泽 直接封为燕王 然后呢 又找到之前那个被吕后除掉的老六的后人 再次封为赵王 作为刘邦的唐兄弟啊 刘泽在刘邦时代 其实压根就没有被封王的资格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侯爵 但是在那场清除吕节的行动当中呢 刘泽出了不少力 而且呢 后来拥立汉文帝的时候 也是他力推汉文帝上位的 所以这样算下来呢 这汉文帝给他封王 其实也算是还了他的人情了 就这样啊 老刘家的诸侯王 又加了唐哥和老六这两脉 就又变成六脉了 而等到汉文帝逐渐做了皇位之后呢 接下来事情就更复杂了 之前汉文帝为了平衡啊 这不得不大力提升老刘家 几位诸侯王的实力 但是等到皇位坐稳之后呢 这个时候的汉文帝 一开始想着 怎么削弱这些流行诸侯王了 这个问题呢 曾经困扰了汉文帝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这其中呢 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老大那一脉的三二的造反 后来老七也直接谋反了 然后被汉文帝给流放了 对于这些事啊 这汉文帝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呢 汉文帝是既没有办法 把这些诸侯王直接收归中央管理 而如果继续让这些老流行的诸侯王掌权呢 则是又会威胁汉朝中央的统治 直到后来 有一个叫贾一的人出现 终于是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 贾一当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那就是所谓的 重见诸侯而少其力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一个原本强大的诸侯国 分成好几块 然后多封几个诸侯王 这样一来呢 诸侯国的整体土地面积没变 但是诸侯王的数量却多了 以后单独某一位诸侯王呢 那自然就很难再和中央抗衡了 只能是任用拿捏了 熟悉汉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这一招呢 后来到了汉武帝时期 叫做推运令 而历史上推运令的最初方案呢 其实就是在汉文帝时期 有贾一提出来的 得到这个方案之后呢 这汉文帝顿时是如获至宝 很快就开始执行了 之前老大那一脉的三二的造反嘛 所以汉文帝就直接把老大的齐国给肢解了 直接一分为六 后来老七造反呢 汉文帝就把老七给流放了 然后呢 将老七的诸侯国一分为三 分别有老七的三个人在继承 对呢 到了汉文帝临终之前啊 汉文帝之外的流行诸侯王呢 一共分为六脉 分别是刘邦的二哥家 刘邦的四弟家 刘邦的大儿子家 六儿子家 七儿子家 以及唐兄弟一家 而这其中呢 刘邦大儿子家又分为了六个诸侯王 七儿子家呢 分成了三个诸侯王 在这种局面下啊 汉文帝去世了 汉景帝登基了 和汉文帝刚登基的时候相比呢 虽然这个时候老游战的诸侯王多了很多 但是整体的实力 其实反倒是更弱了 一来诸侯国多了之后呢 这诸侯国整体的地盘没有变大 成了一盘散沙 二来呢 汉朝经过了汉文帝时代的发展之后 中央直属的力量呢 已经变得更为强大了 而汉景帝登基之后呢 因为他爹已经给他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 这汉景帝要做的呢 那就是按部就班执行计划 之前汉文帝已经把这些诸侯王给弱化了 那如今汉景帝要做的呢 就是要不断随机找茬 从那些已经弱化的诸侯王手里边 剥夺地盘 化归中央管理 最终呢 实现彻底除掉所有诸侯国 除此之外呢 汉文帝临终之前 有两个儿子在世 其中年龄最大的呢 就是汉景帝 而另外一个儿子呢 则是被封为梁王 另外啊 这汉文帝之前还有一个儿子 早是 但是给汉文帝留下了一个孙子 这个孩子呢 后来也被封为代王 代王和梁王啊 这两个诸侯王呢 算是汉文帝这一脉的力量 后来七国之乱的时候呢 基本上也都是站在中央这边的 当然了 代王这一脉的实力比较弱啊 而且距离也比较远 真正能帮得上忙的呢 其实还是梁王这一脉 就这样啊 到了汉景帝登基之后呢 这偌大的汉朝 可以分成两派 一派是汉文帝这一脉 力量包括了汉景帝控制的 整个汉朝中央直属地盘 再加上代王和梁王 这两位诸侯王的地盘 另一派呢 就是其他所有 非汉文帝这一脉的诸侯王 一共分为六脉 这也是刘邦二哥家 刘邦四弟家 刘邦大儿子家 刘邦六儿子家 刘邦七儿子家 以及刘邦堂哥家 以上这些啊 就是七国之乱爆发之前 汉朝内部的所有诸侯王的由来 而从汉景帝登基的那天开始啊 双方的矛盾呢 其实就是不可调和的 汉景帝想要完成中央集权 这地方诸侯王呢 则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呢 汉景帝登基之后 双方就开始过招了 过啊 这汉景帝和这些 本家诸侯王的过招呢 最早 其实是开始于他做太子的时候 准确来说啊 其实是一桩杀人案 当年汉文帝还在世的时候啊 身为吴王的刘弊呢 曾经派了自己的儿子 来京城里边走动 那个时候的吴王刘弊呢 其实还没有想过真的要造反 毕竟他只是刘邦的侄子 真是要征皇位的话 那也得看老大齐王那一脉 或者说刘邦其他的几个儿子 根本就轮不上他这个侄子 而且呢 汉文帝当年对这位吴王刘弊啊 其实也是在尽力招揽的 至少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呢 并没有太过打压吴王这一面 对此呢 刘弊也是懂得投桃报李的这个道理 一直是经常派使臣来京城这边走动 拉近双方的关系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呢 后来刘弊为了朝拜汉文帝 就让自己的儿子 代替自己来了一趟京城 而对于这位吴王世子呢 汉文帝当时也挺看重的 觉得这是进一步巩固双方关系的一个机会 所以接下来呢 汉文帝就让当时身为太子的刘奇 亲自去接待这位吴王世子 然而接下来呢 这两个年轻人见面之后 非但没有成为朋友 反倒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两个人下棋的时候呢 那位吴王世子对太子刘弊出言不许 结果呢 刘弊一怒之下 直接顺手举起了棋盘 砸到了这位吴王世子的脑袋上 等到汉文帝知道这个事之后呢 已经彻底晚了 后来就只能派人 把这位吴王世子的尸体 送回了吴王刘弊那边 刘弊知道这个事之后呢 自然也是不然大怒 双方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此后一直到汉文帝去世啊 吴王刘弊又再也没有来过京城朝外 而汉文帝呢 考虑到之前是自己这边理亏 也不敢因此责罚吴王这边 再之后呢 等到汉景帝上位 这情况就更不一样了 对于吴王来说啊 这此时的皇帝呢 那是有沙子之头的 他是不可能真心辅佐的 而从汉景帝这边来说呢 一个心怀恨意的藩王 显然也是必须要除掉的对象 这个时候啊 这个节呢 就已经彻底打不开了 吴王刘弊这边呢 知道汉景帝不可能就这么放过自己 所以接下来呢 吴王就开始在私底下 和其他诸佛王进行串联 就这样 一场让老刘弊的内战 逐渐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 而最终引爆这场战争的呢 则是一个关键人物 朝措 早在汉文帝时代啊 朝措其实就已经是中书重臣了 之前的朝措呢 曾经向汉文帝进舰 提出了移民识编 以及马佛令之类的建言 这些方案啊 后来都对汉朝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 也正是因为朝措比较厉害啊 所以后来呢 汉文帝就把朝措派到了太子府上 去做了汉景帝留起的老师 等到汉景帝登基之后呢 朝措自然就越发得到重用了 而关于削帆的事情呢 汉景帝也是对朝措言听计从 客观来说啊 这朝措的方案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 唯一稍稍被后人诟病的呢 恐怕就是有些过于激进了 而这种激进呢 后来也迅速引起了其他诸佛王的不满 再加上那位吴王刘璧私底下的串联呢 一场风暴开始迅速形成了 公元前154年正月 就在汉景帝刚刚登基三年之后 吴王刘璧正式宣布起兵造反 当然了这刘璧起兵的时候呢 打出的喜好肯定不是要造反了 而是要说清君策 大致就是说呢 汉景帝被朝措给蛊惑了 然后要坑害老刘家的自己家人 而刘璧起兵之后啊 其他心存不满的老刘家的藩王呢 也都开始纷纷宣布起兵 同时开始宣布造反了 按照之前的书里啊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来 此时西汉内部呢 非汉文帝这一脉的诸侯王 大致可以分为六脉 分别是刘邦二哥家 刘邦四弟家 刘邦大儿子家 刘邦六儿子家 刘邦七儿子家 以及刘邦堂哥家 这其中呢 吴王刘璧就是刘邦二哥家这一脉 唯一的一位诸侯王 同时呢实力最雄厚 而刘璧起兵之后呢 刘邦四弟家这一脉 只有一个楚王也开始迅速响应了 大儿子这一脉呢 当时一共分为了六个诸侯王 本来老大这一脉的六个诸侯王 是想同时发动叛乱的 但是结果呢 这其中的齐王刘江驴 后来成为了齐乡派 选择了暂时观望 而继北王刘志呢 刚想发动叛乱 就被麾下的大臣给劫持了 所以最后也没打起来 这样算下来啊 大儿子这一脉的六个诸侯王呢 就只有四个真正参与了叛乱 除此之外呢 刘邦六儿子那一脉 就只有一个赵王 也参加了一场叛乱 就这样啊 刘邦二哥家 四哥家 大儿子家的四个王爷 以及六儿子家 全部参与了叛乱 因为是齐个王爷 齐个封国嘛 所以后世也就称之为是七国之乱 在这场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啊 其实还有很多诸侯王在尽管齐变 比如说刘邦唐哥家那一脉 以及刘邦七儿子家这一脉呢 就都没有参与叛乱 不过呢 他们这些人啊 也不是一点造反的念头都没有 一旦汉景帝这边落了下风呢 估计他们也会落井下石的 同时呢 七国之乱爆发之后 刘邦又迅速联系了匈奴 以及百岳 打算一起围攻汉朝 同时啊 这本就实力最雄厚的吴王刘邦呢 这一次 倒是压上了自己全部的牢记 整个吴国境内 所有十四岁以上 六十岁以下的男性 全部被征召入 就这样啊 刘邦迅速组织出了一只 超过三十万人大 这还仅仅只是吴国一国而已啊 如果再加上其他六个诸侯王 以及凶奴和百岳之类的威胁呢 当时汉景帝这边 到底要面对多大的压力 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七国之乱呢 汉景帝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想要选择直接镇压 而是想要选择先谈判 在七国叛军的要求 以及很多汉朝中书众神的要求之下呢 最终汉景帝选择了诛杀朝错 以此来让叛军没有叛乱的理由 杀朝错这个事啊 在历史上一直是有很大争议的 毕竟呢 朝错是汉景帝的老师 之前又立下了大功 汉景帝这么做呢 确实是有点不地道 但是同时呢 这么做了之后 那几个叛乱的诸侯王呢 确实是没有了叛乱的理由了 再打下去呢 就会出现 而杀了朝错之后呢 叛军这边自然也不可能就此罢手 依然还是在玩命进攻 所以接下来呢 汉景帝开始真正来硬的了 周亚夫该你上场了 在这场七国之乱爆发之前呢 周亚夫其实已经在后场区等了很久了 在汉文帝时代 周亚夫的戏份并不算多 但是同时呢 汉文帝对于周亚夫本人 其实是异常重置 这主要是因为啊 在汉文帝在位期间呢 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那些老将 基本上都死绝了 同时呢 因为汉文帝在位期间 基本上是不怎么打仗了 导致当时的汉朝军方 根本就没有几个真正能打的牛人 在这种情况下啊 这汉文帝自然只能用那些二代武将 也就是当年那些开古武将的儿子们 在这些二代武将当中呢 周亚夫算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之前匈奴打过来的时候呢 汉文帝曾经在长安城周围布置了重兵 结果下去检查之后呢 发现就只有周亚夫这边最想要 那一次的视察呢 就是后世所谓的周亚夫军系流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周亚夫成为了汉文帝心中的良将 甚至于在汉文帝临终的时候呢 还特意嘱咐汉景帝 有事一定要用周亚夫 所以七国之乱爆发之后呢 周亚夫毫无疑问 很快就成为了平定叛乱的主力干将 接下来呢 在汉景帝的迅速反击之下 郭家这一脉的吴王刘璧 联手刘邦四弟家楚王这一脉 两家封地紧挨着 所以起兵之后呢 这双方也是兵和一处 相对于其他五个诸侯王来说啊 这边的压力最大 为了顶住吴楚联军的压力呢 汉景帝也是拍出了自己 会下最精锐的力量 首先呢 在很久之前 汉景帝的亲弟弟刘武 就已经被封为了梁王 地盘呢 恰好就是在吴楚联军的必经之路上 所以开战之后呢 也正是刘武所在的梁国 首先顶住了吴楚联军的进攻 然后呢 汉朝中央的一部分主力 由赵亚夫同僚 直接走五官方下 杀下了吴楚联军的后方 断去量道 当年的刘邦呢 就是走这条路 进入关中灭了秦朝 而如今呢 赵亚夫则是再从这条路出来 挽救了大汉江山 而接下来呢 赵亚夫出兵之后 并没有马上主动进攻吴楚联军 而是选择以守带攻 不断携扰切断联军的梁道 赵亚夫很清楚啊 和吴楚联军相比呢 西汉中央军这边 在兵力上其实并不占优势 但是却有着足够的战位空间和补给 只要他能打断吴楚联军的补给路线 到时候呢 这只看似强大的叛军 很快就会不攻自破 就这样呢 随着赵亚夫和梁王两面出击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边 吴楚联军开始难受了 先是猛攻了梁王那边打不下来 然后用猛攻赵亚夫这边又打不下来 这期间呢 赵亚夫趁着联军主力被吸引 直接派了一队精锐 抢占了四水汇入淮水的交汇处 换了吴楚联军的梁道 到了这一步啊 吴楚联军其实已经彻底落了下风 距离被彻底歼灭呢 其实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赵亚夫和梁王出兵的同时呢 其他两座战场上 汉景帝的布置也是打得文准很 对于刘邦六儿子赵王这一脉啊 汉景帝派出了同样身为二代武将的黎济 黎济的爹呢 名叫黎商 当年刘邦先杀入关中之后呢 就是黎商带兵挺进四川 率先帮刘邦控制住了汉中地区 而黎济他叔叔 黎济呢 则是汉出的著名说客 曾经在楚汉战争期间呢 孤身说服齐国投降 结果呢 谈判期间韩信打到了齐国 最后就被齐国活活给煮了 除此之外呢 当年功臣集团铲除吕洁的时候 黎济本人也是出了大力气了 正是他骗了吕洁的华氏人出来 这才让周国有机会进入军营 抢回军权 最后成功干翻了吕洁 反正在汉文帝时代呢 这黎济也是一个非常受注目的二代武将 不过和周亚夫相比啊 这黎济的本事呢 要差一点 等到黎济带兵到了赵国这边之后呢 双方很快就开始僵持了下来 因为赵王呢 虽然是打不过黎济 但是却可以坚守不出 所以一时之间呢 赵国战场这边 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三大战场之中 最有意思的 其实是齐国战场 齐国这边呢 刘邦的大儿子家的四个诸侯王 同时参与了叛乱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啊 他们还没打出去 老大这一脉就自己先内乱了 之前梳理老大这一脉的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老大这一脉 这个时候一共有六位诸侯王 四个造反了 一个想要造反 但是却被麾下的郎中挟持 没有造反成功 还有一个呢 想要坐山观火斗 暂时没参战 而接下来呢 起兵的那四个兄弟啊 没想着去拉拢人家 反倒是自己先内讧上了 造反的那四位老大家的诸侯王呢 先围攻那个骑象派 结果这种四打一的局啊 硬生生打了三个月 毫无进展 而那位原本骑象的王爷呢 这个时候也被彻底逼到了汉朝中央这边了 不得不说啊 这吴王刘弊的运气呢 是真的不咋地 摊上这么一群队友 但凡这些队友当中 有一个是真能打的 那那场齐国之乱 结局都会不一样 因为老大这一脉的内讧啊 所以汉景帝对于齐国这边呢 也没太放在心上 只是让一位老将鸾部 带兵前去齐国评判 这个鸾部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有名 严格来说啊 他其实是汉朝初期那一代的人 当年鸾部曾经和汉初的一姓王彭越关系不错 在彭越死后呢 他还给彭越收了尸 因为这个事啊 刘邦觉得这个人还不错 所以就让他渡官了 在群星璀璨的汉朝初期呢 这哥们其实根本就排不上号 不过到了齐国之乱的时候呢 这哥们能活着呢 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 他倒是也够资的一上场了 当然了 鸾部这哥们带兵到了齐国之后呢 其实贡献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还没等到他上场去大战身手呢 周雅夫那边就已经先取得了进展了 总之呢 三座战场上 齐国和赵国这两座战场呢 其实都不重要 而且威胁也不大 真正的胜负手 其实就是在无处联军那边 而分兵三路 同时应付三座战场之后呢 汉朝中央这边 其实依然还留有余地 所以在布置三座战场的同时呢 这汉景立望自己母亲家的那边的亲戚 斗英率兵镇守在行阳 这其实是一招后手啊 当年刘邦和向羽争天下呢 刘邦就是在这里拖住了向羽的主力 最后战胜了向羽 所以当时汉景立最坏的打算呢 其实就是三大战场同时实力 然后呢 凭借着行阳地区的优势 汉朝中央依然还有再战之力 大不了就是重演一场 当年楚汉战争的剧情而已嘛 不过呢 接下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啊 汉景立的这些后手呢 没用上 因为支瓦夫没给他这个机会 整个七国之乱啊 因为汉景立应对的比较好嘛 所以爆发之后没有多久 几座战场就同时陷入僵持状态 而打破这种僵持状态的呢 就是周亚福出兵 攻占了四水入怀的区域 切断了武楚联军的梁道 内战打完之后啊 武楚联军的梁道就被彻底切断了 然后没过多久 几十万的武楚联军 很快就开始直接溃败了 这个事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啊 这几十万的武楚联军 听上去似乎是很吓人的 但是实际上啊 这几十万人当中呢 其实大多数都是之前 从来没上过战场的老百姓 他们之前都是被那位 吴王刘弼硬拉到战场这边的 所以呢 一旦粮是补给没有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战斗意志 只能溃败 而对于这些溃败的武楚联军呢 朱亚福也没有斩尽杀绝 而是接力招响 就这样啊 经过溃败之后呢 武楚联军的大部分军队瞬间就没了 只剩下吴王刘弼身边 还有几千精锐 再之后呢 刘弼带着这几千精锐 直接逃往了百岳那边 而百岳那边呢 后来则是选择倒向了汉朝中央 直接干掉了刘弼 而那位和刘弼联手的楚王呢 得知联军溃败之后 知道自己没有了活路 直接就自尽了 就这样啊 在叛乱爆发两个多月之后 实力最强的吴王和楚王 全都死了 武楚联军没了之后呢 剩下的五个诸侯王 那就更不成气候了 齐国那边呢 当鲁安部率军抵达齐国的时候 原本大家正在率军 围攻那个骑象派 得知鲁安部来了以后呢 齐国这边的四个怕乱藩王 连抵抗都没敢抵抗 直接就各自撤回自己的封国了 如此一来呢 这鲁安部大军所到之处 那自然是望风归降 甚至就连那四个怕乱的诸侯王啊 人家都直接投降了 所以很快呢 齐国这边几乎没有什么硬仗 很快就被平定了 而平定了齐国之后呢 鲁安部则是迅速率兵 前去支援赵国战场 赵国那边打的倒是很硬性啊 哪怕是困在了邯郸城内 依然还不投降 但是鲁安部毕竟是经历过 楚汉战争的老人嘛 和当年的大战相比 这些战争显然都是在过家家 所以最后呢 鲁安部和黎记联手 水淹邯郸直接轻易破城 这一招放在当年楚汉战争期间啊 真的不稀奇 比如说那位秦末名将张涵 以及项羽麾下的大将隆居 都是这么死的 至于说那位赵王呢 在城破之后也直接自杀了 而随着这位赵王自杀 至此 轰轰烈烈的七国之乱 就被彻底评定了 从爆发到彻底被评定 也就仅仅只过了 三个月的时间而已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啊 看似是世大 但是本质上其实并不是特别强 一来呢 造反的那几位诸侯王 没有一个会真的打仗的 二来呢 当时汉朝宣洋升线了几十年 大家都不愿意打仗 老百姓也不会打仗 第三呢 最重要的是啊 对于这场谋反 汉文帝之前准备了几十年的时间 对于他们的谋反呢 汉朝中央其实早就有了预案 所以叛乱爆发之后呢 汉景帝才能迅速做出反应 然后迅速平平为乱 说到底啊 这其实就是一场老刘 就自己家的内讧 技术含量其实相当有限 和当年的楚汉战争 以及后来刘邦平静 一省王的战争相比啊 这些战争 那真的是小无见大无了 导致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